大熊猫妈妈带娃崩溃瞬间 只见青瓷在花妈妈头上为非作奶 而樱华怀里还有两只化骨龙在吃奶 他边喂奶边反抗感觉整只熊都要崩溃 就是说古代十八大酷刑也不过如此 而圆润当初在菜花园带二狗和花花时 姐妹俩扎堆趴在小狗怀里讨奶喝 圆润身无可恋鼻孔都放大了不少 看得出他在努力强压内心的火气了 吃吃吃就知道吃豆一碎多了羞不羞 只能说没有熊猫妈妈能笑着带娃 当艾丽妈妈独自趴在木架上休息时 没眼力见的熊孩子又来瞎折腾 艾丽已经被折磨到连气都生不起来 毕竟把熊孩子揍哭了还得自己去活 但俗话说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七岁的盼月妈妈虽然是第一次生娃带崽 但她揍娃丝毫不手软比爱宝王仔还好 只见盼月拖着大崽来了套泥土死了 随后原地翻滚给了熊孩子一个爆摔 她的手足急得团团转试图唤醒老妈的母爱 原以为是互相解救结果却变成轮番挨走 两熊甚至同时被盼月妈妈一整个爆摔 最后吓得兄弟俩爬上大树顶端瑟瑟发抖 当金山看到孩子挖眉灶一身躯黑后 闲脏的她咬着仔仔熊顶直接走了 随后就见熊孩子360度空翻旋转 看到这突然感觉其他熊猫妈妈都好慈爱 而小丫头每次听到奶妈的脚步声 就会立马转身把小丫送给对方 以此唤取盼盼奶喝 一次迫不及待的她叼起娃就想点女妈 结果没摇紧不小心把孩子绝绝摔到地上 可还没等晕头转向的小丫头 倔强的小丫头再次叼起她举高高 吓得小丫直呼斯米马赛妈妈讲 手下留情 而此刻珍惜捂着眼睛躲在角落装睡 生怕这战火会殃及自己身上 不知道的还以为角落有个熊猫公仔 小丫长大后同样继承了老妈的带娃方式 喂一口自己最爱的南瓜直接把仔仔摁怀里 加速炫完南瓜后才敷衍的甜甜孩子嘴巴 内心OS别闹别闹长的味道 而依然妈妈则是时刻上演母爱如山体划不过 只见她对闪电小优又搂又抱简直亲不够 怎么看都会觉得是父母次子笑的画面 可当依然慈爱的弯腰想扶起摔倒的宝贝时 鼻子不小心对在了闺女臭轰轰的熊顶上 被熏的怀疑熊声的依然直接一脚把娃踹开 果然母爱犹如龙卷风来得快去的野快 野生大熊猫相亲过程能持续两小时 圈养大熊猫却需要看猫片住行 近日在四川雅安意外拍到 两只野生大熊猫求偶的影像 整个过程持续两小时仍未结束 因为当地成功放归八只圈养大熊猫 专家还采集了粪便样本以便确认身份 不知哪个幸运儿将会认领这项战绩呢 虽然野生滚滚勇猛无比一个顶俩 但圈养大熊猫因为没有相关经验 很多熊交配前都得看猫片住行 要知道大熊猫一年只有一次发情期 每次也仅仅持续两三周左右的时间 并且母猫可怀孕状态最多只能维持72小时 因此一旦错过交配就要再等上一年 更苛刻的是熊猫找对象很挑剔 哪怕只要其中一只看对方不顺眼 它们就会拒绝交配甚至大打出手 可见来者不拒的七仔金科有多可贵 因此熊猫宁愿每天花16个小时单反 剩下时间用来睡觉也不愿和异性交配 而为了增加熊猫心生幼崽的数量 工作人员集中生智给它们放猫片 希望大熊猫边学习边实践努力造娃 该说不说这种方法还真有梦 13年大熊猫永永和柯林进行交配 没有相关经验的柯林不懂如何求爱 于是工作人员给它播放了猫片 最后柯林恍然大悟完成了交配 而这件事直接轰动了全球 甚至因为太具有科普以及新闻价值 柯林看猫片的照片还入选了 时代周刊年度最令人惊奇榜单 之后如果有熊孩子拒绝交配的话 工作人员就会为其放猫片勾起兴趣 网友直呼赶紧给不解风情的新二看猫片 可怜的毛笋妹妹已经连续四年假印了 每次两熊相亲时毛笋都会率先示好 然而新二就像个没开窍的傻憨憨 哪怕对方都快把屁股撅到自己脸上 新二依旧不为所动一门心思只顾肝反 实在不耐烦了就用脚把毛笋的屁股堵上 这一幕惊虎看了都得骂他不争气 其实新二也不是完全不对毛笋感兴趣 只不过他表达爱意的方式是 飞速拍一下对方屁股然后立刻跑拍 并且当奶妈用其他雄性大熊猫的尿液刺激新二 激起他的胜负欲从而完成和毛笋的交配时 新二看着笋妹对别熊尿液有反应 顿时气不打力出来 冲上去就把他揍了一顿真是又猜又玩不起 其实工作人员也曾给新二看过猫片 只不过觉得不文雅做成了PPT 最后新二这货没看懂白下了一对挂钱 只能说熊猫繁育之路真是艰辛 2024年第一只海外大熊猫回国了 16日出生在新加坡的熊猫乐乐 已经顺利抵达双流机场 在华银山基地完成隔离检疫后 小家伙将返回熊猫中心 身为在新加坡出生的第一只熊猫幼崽 同时也是熊妈佳佳的老来的 乐乐从小就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这天佳佳正在外场取风笼里的小零食 小乐乐醒来后不见妈妈便出来寻找 胆小的她没走几步就委屈巴巴回去等了 而佳佳也担心儿子看不到自己会害怕 赶紧放下食物去接乐乐猪炸街 小家伙跟在佳佳屁股后活蹦乱跳 果然有妈妈在身边是最有安全感的 这天到了下班时间乐乐猪还在睡觉 佳佳就亲自出来收她的宝贝 只见她先是温柔地吸了几口小乐乐 不忍心打扰儿子美梦就坐在一旁默默陪伴 并且好脾气的佳佳从不会对孩子下重手 一次调皮的乐乐抢妈妈手里的竹子吃 佳佳本想分儿子一半却被误以为伤害她 乐乐本门的喊咬回去却伤到了妈妈的鼻子 佳佳腾出狗叫用手捂了好一会才缓过来 意识到做错事乐乐低头乖乖认错认滑 可佳佳怎会舍得打自己的孩子 不仅没生气还把儿子想要的竹子让给她 果然这世上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 在佳佳呵护下乐乐性格很是活泼开朗 在新加坡的这两年曾有180万人去看望她 并且乐乐也是为数不多见过自己爸爸的小学 年幼的她第一次探索到对方眷舍门前时 乐乐闻着陌生的气息既好奇又不敢过去 凯凯满眼温柔地打量对面巴掌大的奶团感 似乎认出眼前的仔仔就是自己的孩子 随后两熊隔着柵栏完成历史性友好会晤 妈妈佳佳吃竹子时乐乐会跑去找老大王 有次母子俩在门口打闹凯凯宠意地看着 乐乐顾不上乘胜追击兴奋地跑来跟老爸撒娇 父子俩鼻尖贴鼻尖的画面令无数人倍感温馨 此外佳佳把所有的本领都交给了儿子 并且在乐乐两岁时主动驱赶了他 刚开始小家伙很不习惯没有妈妈陪伴的时候 乐乐本想找爸爸倾诉但左等右等都没见到 好在最终小家伙逐渐适应了独立生活 原本乐乐将会在二三年十二月底回国 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推迟了一个月 严芳为了让乐乐平安回国做了很多准备 不仅提前半个月就让他适应航空箱生活 还特地用全球最大的飞机送乐乐回家 并放上了五十公斤的损损水果等零食 被爱包围的乐乐一定会勇敢地生活下去 希望小家伙熊生每天都幸福快乐喜乐无忧 北洞不养贤熊个个都身怀绝技 就连社恐小熊花点点都化身显眼包了 只见点点冲出门就疯狂刷微信故事 感觉给他一块金斗鱼能飞到十万八千里万 热身完毕花点点开始练习一字马皮茶 以及超长俄罗斯卷富身材管理杠杠的 随后还不忘柔躲躲跟医们的心 难道点点是想取代萌兰在熊界的地位吗 此外他和北洞小熊一样变着法子逃避吃窝头 我花点点不吃软不吃硬更不吃窝窝头 感觉一番折腾下来奶爸抬头闻又多了几个 事实上花点点从小就是个显眼包 这天饲养原来给他上行为训练的 可花点点眼里只有小龙式机 奶爸只得耐心是一小家伙伸手抓铁腕 但我们花点点脑回路不一般直接钻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学会抓铁腕 奶爸觉得他坐得太远是一往前面挪挪屁 然而点点CPU都干烧了也没弄懂啥意思 看得出小家伙虽美但脑瓜子不太灵光 萌二自从当上北洞保安队长后逐渐放飞自我 只见他在甘草堆里边孤勇边冒烟快乐紧了 原本白金的屁股直接套上新款战袍非棉裤 萌笑笑玩累了才拖着脏兮兮的屁股回家 好在黄莲奶爸这天请假徐老爷代板 不然他真诚整个北洞最可不饲养 而萌家大公子萌哒哒同样伸手不分 五句网速的他竟学会边跳科目三边倒走 很难不怀疑滚滚的想齐心协力把北洞盖上市 我们萌大虽是单弹小王子但特别爱晒他 看着举起一条小短腿自信满满的样子 还被看热闹不嫌失大的保安大叔偷拍了 并且因为太能嘚瑟太能晒压坏了小床 但答答表示山崩地裂都无法护倒他 兴许多晒晒太阳就能长出第二个巨大 此外萌兰绝对是北洞显眼包之王 谁能想到萌萌一片竹子都塞进牙缝了 而他却还能淡定自若继续酷酷炫烦 估计三太子玩的就是另类吧 毕竟他连自己唯一的蛋蛋都敢开 听说表弟胖大海偷学自己的绝活咬手手后 萌兰当即表演了更高难度的钢管舞 妖娃的小身段简直迷死的人 只能说还是互联网好啊 哥以前哪有国宝跳钢管舞的 而胖大海和无数打工人一样不爱加班 上班墨浴混时间下班 林一想拍屁股走去 主打多待一秒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只能说不怕逗逼太奇葩就怕全聚在一起 想必北洞上市指日可待